微微抗議活動 我藐視國會行動 現場在青島東路 已經集結越來越多人了 那這個初步來統計一下的話 大概是上百人左右 但是就在這個時候 吳思瑤也公布了幾張LINE貼圖 上面寫明 國民黨有動員了退役的軍人 甚至是立委後援會的成員 要來到現場反制 那活動的總招要怎麼應對 來聽一下稍早訪問 我們希望上午呢 因為上午今天天候比較不佳 但是我們相信 在週五的這個時候 我們相信整體的活動人數 會比禮拜二三萬人還要再多 那我們也希望上午的時候 至少可以到5000到1萬人左右的人數 那針對那個趙偉吳宗憲說 法案通過後會向全民再做說明 那這一點有什麼看法 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覺得 法案通過之後再向全民去做說明 特別是針對反質詢這個部分 我們會感到 比較不能夠理解的地方是 這些東西本來就可以在立法的過程當中 去做更充分更細緻的討論 何謂是反質詢 以及法條其他有爭議的地方 但是呢 部分的委員竟然是會說 等法案通過之後我們這項去人民說明 這就代表這個部分的委員在這個法案的閃力當中 他根本不在乎民間對這樣子的法案有什麼樣的意見 他只在乎說我想要通過我想要的東西 等我通過之後我再來跟你做解釋 好那除了是喊話現場的民眾自律不要被煽動之外 為了預防有心人士對於群眾做出傷害的行為 或者是突發狀況發生 所以現場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的醫護人員是自發性的 來到現場設立了醫療戰 而且是呼籲主辦方建立一條能夠讓民眾迅速疏散的綠色通道 避免發生踩踏事故 以上楊賢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